曾经被视为内地首富的黄光玉 两个月前因为涉及经济犯罪被北京市公安局拘捕 上周五他辞去了国美董事局主席及董事职务 最近又有媒体报道黄光玉豪赌成性 赌博输掉了80亿元 引发资金链断裂问题爆发 在香港上市的国美电企 今天发布的公告证实了黄光玉辞职的消息 称黄光玉现实无法履行职务 因此辞职符合集团及股东的利益 陈晓上周五出任国美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最近公海赌王联钞案曝光 资本运作高手黄光玉的另一面 豪赌成性也首次被公众所知 联钞为海王星号公海赌船的投资人之一 黄光玉是由联钞带上海王星号玩乐赌国的 期间联钞涉嫌协助黄光玉洗钱 此前就有媒体报道 黄光玉虽名列富豪套现榜第一 但大笔财富在赌场中挥霍 据称2007年黄光玉在澳门赌博 一次就输了上亿元人民币 今年来他因赌博总共输掉80亿 因此导致资金链断裂